也能使用e-tech扣款 远通电收宣布台中将继双北高雄和桃园市之后 正式开放代扣路边停车费 进一步的讯息交给一新 等交车 有民众预购了德国限量跑车要价490万元 五月下定之后等了三个多月还是等不到 买家退订想拿回10万元的定金却被拒绝 金管会针对大同入资案做出了惩处 发现入资去年五月买入大同股票 期间半年持股13万多张 持股比例5.87% 金管会表示该入资并非龙峰集团 但是未透露真实的名单 所处分该大陆地区人民罚还2500万元 并限制大同在六个月内出薪 还有停止该股东的权利 而在台中一名来自单亲弱势家庭的女大生 两年来在超商打工补贴家用 她指控先前因为漏挑过期商品 遭到店长故意砍班 导致薪资减少 所以她决定离职 没有想到店长原本请她坐到月底 却又突然说隔天不用来了 甚至拒绝给资浅费 苹果正式举办了秋季第二场的发表会 iPhone12是正式登场 不过我们讲到iPhone相关的一些配件 包括像是苹果一些商品 要特别提醒您的是买AirPods Pro 要特别注意 别透过不明管道或是网拍购买 因为近期出现了非常仿真的假的AirPods Pro 我们来透过3C打人教我们如何分别 欢迎您这日回来今天的早安台湾新闻现场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6点24分了 今天的新闻即时看 我们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 圣约翰科技大学的献新风波 现在有了最新进展 先告诉你也是 圣约翰科技大学是在今年8月 传出吴玉锦要求教师签署同意书 相当减去一半的薪资 不愿意签署的教师 在当时说他们遭到了恶意的欠薪 对此教育部在昨天表示 学校跟教师协议调整薪水 不得以违法手段进行 像是以扣薪的方式 其实就会变成胁迫 校方则宣布将回溯到8月 全体教职员恢复原有的薪资 而且都会发给全薪 而接下来讲到教育方面的议题 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高雄市议员李梅珍 论文的抄袭风波 现在也有最新进展 就是他的学位确定遭到撤销 那么中山大学撤销了 李梅珍的硕士学位 还有他的学位证书 指导教授林德昌 也在8月期间被调离了主管职位 未来也不得再担任 硕士专班的指导教授 而对此来看看李梅珍的反应 他反控这是一场政治追杀 还说校长正因药是政治立场鲜明 他认为背后的目的是不言而喻 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医学方面的一个讯息 也就是有吃抗生素治疗青春痘 竟然造成了两名大学生 一人死亡 另一个人差点得换肝 根据了解两名大学生服用的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黄氨类的抗生素 叫做蒲菌特定 广泛用于治疗人体各种的感染症 但是这个抗生素呢 常常都会造成药物过敏 所以接下来这个画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呢就是曾经过去案例呢 就是吃了这个蒲菌特定 引发的一些皮肤上面的过敏反应 可以看到呢 是有非常红 非常严重的红肿 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 尤其根据统计这个蒲菌特定 是国人引起严重皮肤过敏药物的 排名第六名的药物 长根医院的研究团队各发现 带有特殊基因型的话呢 这些人的风险 得到这个过敏反应的风险 是比一般人高出整整45倍之多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国际上的议题聚焦的是泰国 过去三个月遭抗疫浪潮席卷 而且这个抗疫是越演越烈 主导泰国政坛的军方和王室 面临多年来最大挑战 抗疫民众要求出身是军事领袖的总理 帕拉宇下台并且制定新的宪法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泰国警方13号在王室车队行经 抗疫者聚集地之前呢 跟波西民众发生了肢体扭打 并且逮捕了至少21个人 抗疫者随后还在王室车队经过的时候 对着车队高喊 请释放我们的朋友 而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大陆央视 昨天连续第三天再度播出台谍案专题报道 又有两名的学者出现在镜头前认罪 对此陆委会回应 大陆一再栽赃诬陷台湾民众 逼迫认罪 我方是严厉谴责 来看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 说白宫加速推动对台军售案 目前有三项的武器计划的出售计划 已经向国会发出通知 而且请求核准 那么对此大陆的外交部 是要求美国要取消对台军售 还说要做出必要回应 时间来到早上6点49分 今天的新闻早点看有哪三个重点 赶快带您一起来关心 我们首先要聚焦的是大陆的海警船 逗留钓鱼台海域的时间再创了记录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位于冲绳纳坝的日本海上保安总部发现 大陆两艘的海警船从11号 一路一直逗留到13号 整整两天的时间 创下8年以来逗留时间最长的记录 目前日方已经属于外交管道 向大陆提出抗议 继续关注的世界贸易组织 在13号裁定 欧盟有权对40亿美元 大约折合新台币 1150亿的美国商品课征关税 借此报复先前 美国补助波音公司 对75亿美元的欧盟商品课征关税 而在美国总统大选登场之前 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项裁决 可能会升高 大西洋两岸贸易紧张的关系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台币的保卫站 央行总裁杨金龙将赴立法院 进行业务报告 那提前出炉的书面报告当中指出 由于上半年台湾外汇市场 供给大于需求 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的秩序 适时进场双向调节 净买会39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1100亿元 显示央行力道加大 赶热钱的强烈决心 继续关注的是跟疫情相关 各大专院校虽然开学已经满月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招育部次长刘孟奇指出 目前有1000名的学位救生退学 还有粗估2000名的新生放弃入学资格 总计有3000人是没有办法来就学 所以损失学费收入大约是2亿多块钱 好 继续要来关注的是提醒您 这个诈骗手法千万不要上当 在高雄有一名富人 在网路上看到诈骗集团的po文 对方慌称说投资三天能赚8000块 他听信谣言54万元的投资基金 差点被骗走 进一步的讯息交给纪元 对方说投资基金